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那么首富和女性交际花或者主持人的故事呢 一般大家都是喜欢看的 喜欢听 那么特别是如果这个故事中呢 还涉及到顶层的权力斗争的话 那可以说看点就更多更好看了 那么今天这些节目呢 我们就和大家聊一下 上海滩前首富周振毅 在出狱之后啊 高调举办生日宴 最终呢 将上海卫视六名主持人脱下水的故事 而这个背后啊 也体现出了习近平 对上海帮死灰复燃的一个打压和忌惮的态度 近日呢 去年获释的上海前首富周振毅 在上海高调的举办了60岁的生日宴 那么上海的各界的民流啊 都纷纷前去膨胀 其中呢 就包括上海知名电视台的六名主持人 引发了啊 舆论的一个哗然 关于这次宴会的视频 照片和文章呢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啊 前几天就疯传 讨论是非常热烈 当年呢 周振毅在上海滩 曾经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 周振毅搅动了中共核心的一个权力层 引发了高层的泪斗 最终呢 使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 落马了 4月18日 于去年出狱的周振毅呢 在上海外滩七星级的酒店呢 叫万达瑞华酒店 举办了60岁的生日宴 宴会了 还打出了一个品牌叫做什么 不忘初心回归本色 打出了这样一个字呀 并且呢 广邀上海的各界民流 明星道场 当天呢 东方卫视中心的陈磊 陈荣 朱真 倪宁 房海燕 以及第一财经的戴牛飞 还有一名主持人叫高原 这些人呢 集体上台为周振毅祝寿 其实啊 这次生日宴也邀请了周立波 但是周立波的贼精可以说 这次他是没有去 没有赴宴 结果制裁名单里面呢 就没有他了 逃过一劫可以说 那么这些主持人看到有钱人说话可以说完全就是不一样 极尽缠媒的态度 非常肉麻 网上的视频就显示了主持人陈隆就说呀 说我们东方卫视主持人都清朝出动了 东方卫视春晚的阵容也不过如此 这是他说的 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是今年刚刚认识周公子的新朋友 现在呢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周振毅啊 一般喜欢别人叫他周公子 所以主持人呢称他为周公子 迷连就说我是这个台上认识他时间最长的 认识周公子已经23年了 直至于上个月呢周公子才刚刚认识我 说明呢我已经混得上档次了 一个主持人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非常俗气哦 还有你看戴刘飞啊 他怎么说 他说他说相比倪宁姐 我认识周公子了比较晚 但是呢跟周公子是一见如故 这是他说的 这好歹也算是知名的人物啊 知名的主持人呢 这样缠媒起来也是没底线啊 凡海燕也说 以前认识周公子都是在报纸上 也是今年呢 刚刚认识周公子一见如故 朱振就说 我是叫周公子大哥的朱振 就是说我和他的关系很好 我总是叫他叫大哥 这是每个人呢都在卖自己和这个周振毅的关系 都在套近乎可以说 陈磊呢提到自己认识周振毅20多年 目前呢以上微信上流传的内容呢 已经被中国政府给封杀了 删除了可以说 我自己的自媒体上也转载过 这个首付叶燕的文章啊 六名主持人 后来都是违规性的都被删了 那么受到邀请的嘉宾中 六人呢可以说是官媒电视台的主持人 都还是比较知名的 后来呢是引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高度关注 有消息就说 有关主持人呢已经被列入了出镜和声音广播的黑名单 中国的官方呢还是非常警惕这种民间的一个串联的行动 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呢 一位刑满释放的人员 他的权力跟正常人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他已经恢复了自由身了 现在电视台给他们这几个主持人呢 出了一个通告 说那些主持人违规去为微商站台 微商呢做微商 去做主持 这可以根据电视台的规定来处理 但是现在出的公告 说他们没有违规做主持 也没有做微商的代言人 上海广播电台呢 本周日啊 在写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份上海广播电视台 关于不分主持参与社会人士举办活动情况说明中 他就提到说 当晚有台内主持人参与了周振毅有关的活动 电视台迅速启动排查目的 电视台官方的结论就是啊 说上海广播电视台将进一步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 并要求各频道单位尽快约谈当事主持人 做好事后处理工作 据一些口径的媒体报道啊 说涉事的主持人呢 已经被列入出镜和声音广播的黑名单了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这帮人如此扎堆来缠媒呢 曾经叱咤风云的上海滩的枭雄啊 那么现在在让上海的文化名流纷纷折腰 这个背后啊 可以说是金钱 是权力和势力在作祟 我们看一下周振毅的发迹史 和曾经的惊心动魄的帮派的泪斗啊 周振毅是前上海地产控股公司的董事会的主席 原蒙凯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作为曾经的上海首富啊 周振毅是两次入狱 也曾经被香港的年镇公署两度通缉 昔日的周振毅呢 他凭借着阿毛顿品在上海发迹 阿毛顿品是他的酒店的名字啊 那么他也是靠阿毛顿品 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的家族啊 判上了关系 可以说这是他人生中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啊 凭借着这一步可以说就是贫布青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呢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周振毅 他是认识了从香港反上海的富有的一个女人 叫毛玉平 那么在毛玉平的金钱和人脉的铺路之下呢 周振毅的生意啊越做越大 1994年呢 两个人在上海的黄河路啊 买下了一栋五层的豪宅 开设阿毛顿品 这间饭店呢 正是周振毅一身的一个转折点 大陆的媒体曾经形容说 阿毛顿品是红极衣食 甚至有银行公关食堂的一个称号 他们因此呢 结识了很多上海的政商界的重要人物 而且涉足了资本市场 包括当时任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的刘金宝 周振毅和毛玉平呢 就利用阿毛顿品 结识了陈良宇的弟弟 叫陈亮君 从此呢 他们就和陈良宇家族啊 就占上了关系 当时陈亮君呢 也是在黄河路 开了一家逍遥渔村的大酒楼 但是生意不太好 那么这个毛玉平呢 之后啊 就他知道陈亮君是陈亮宇的 嫡亲的弟弟 亲弟弟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就经常请陈亮君到阿毛顿品去吃饭 那么陈亮君他到了这个地方呢 到了酒店之后啊 就受到毛玉平呢 非常热情的接待 陈亮君可以说也是受宠落金的 他觉得周振毅和毛玉平非常上路 此后呢 陈亮君和周振毅啊 就结拜为兄弟 场面上几乎是不分彼此啊 非常亲近 周振毅还帮助他陈亮宇家族的成员呢 在股票上一赚钱 所以两家人的关系啊 非常密切 周振毅开发上海东八块啊 这样一个地盘 最终呢 是导致了陈亮宇和胡温对立 那么这也是周振毅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可以说开始走卖城了 陈亮宇自2002年起呢 就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可以说位高权重了 成为上海帮的重要成员 中共十六大之后啊 江泽民是有意将陈亮宇啊 作为自己隔代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以接替胡锦涛 这个时候呢 陈亮宇就仗着有江泽民坐后台 经常是公开叫办胡锦涛和温家宝 正是因为东八块的地皮啊 由周振毅开发 那么使得陈亮宇呢 被迫就走上了前台 而且形成了陈亮宇和胡温对立的一个局面 2002年5月28日上海静安区政府呢 以免土地出让金的旧区改造的方式 与周振毅啊就签了合同 以宁价格呀 基本上就是不要钱 以宁价格的方式 获得了东八块 17万多平方米的一个旧城改造项目 那么东八块 它是属于上海的一个黄金地块 可以说是价值年成 周振毅他之所以能免费拿到这块肥肉呢 因为他的背后有陈亮宇的陈阳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引进外资改造旧城的一个大项目 居然是上海市高层安排好的 由上海市静安区政府和周振毅 联手进行的一个骗局 因为这八个合同呢 合同的一方是上海市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就是政府 而另一方呢 就是所谓的香港家运投资有限公司 根本上香港这个公司可以说是 紫须乌有的一个须个公司 当时上海市静安区的区长江亚新 他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黄菊的前秘书 而主管陈建的副区长呢 是陈良宇的一个亲信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上海模式 也就是政府缺乏旧城改造的资金 所以您出让带开发的旧城区地块 由开发商负责巨额的拆迁费用 开发商出拆迁费 那么拆迁出来的土地就给你了 就是零费用 政府不用掏拆迁费 但是这中间呢 有大量可以进一步探索的一些线索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周振毅 而不是其他人以 您价格拿到这块黄金地块了 银行贷款在有关土地证明不完全的时候 为什么还能发放下去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虽然东八块的土地出让金是零 但是整个区域内有居民1.2万户 它的洞签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笔费用仍然是要周振毅来支付 结果周振毅通过陈良宇加做的成员 与上海政府就签订了合同 还是用同一个子虚无有的 香港家运投资有限公司 把拆迁的麻烦全部又原封不动的 踢回了政府可以说 之后静岸区就为周振毅的这个项目 充当了马前卒 在地块上进行强拆 那么这期土地弊案就引发了 东八块居民的强硬的抗争 并且集体聘请上海的律师 叫郑恩冲来代理这个案件 在2003年5月28日 上海静岸区东八块58号地块的 两千多户拆迁代表 沈俊神等六人呢 就将静岸区政府和周振毅告上了罚庭 那么正式引爆了周振毅可以说 周振毅呢 以于当年的5月27日 在上海就被中央调查组来控制住了 对于陈良宇来说啊 可以说这次中纪委直接绕过上海市 直接对周振毅下手啊 无形之中那么对陈良宇是造成了威胁的 更严重的是中纪委的拘留名单上啊 居然还有陈良宇的弟弟叫陈良军的名字 而且陈良军也确实被监控起来了 被监视居住 这个时候啊 离陈良宇进入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啊 也不过是七八个月的时间 那么陈良宇的倒台了 传闻意识啊就漫天飞 但是当时啊是上海帮势力最盛的时候啊 根据报道 江泽民呢 他就牛津报和周振毅事件专门做了一个批示 才算给陈良宇解了围 那么得到了江泽民撑腰的陈良宇啊 坚持周振毅的案子由上海审理 这样呢就放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 他的弟弟 然后呢 他又立即命令静安区政府将八块地啊 收回国有和周振毅呢 撇清了关系 同时陈良宇啊 开始严厉打击举报和上访的人 在2003年10月25日 律师郑恩宠呢 就被判了三年 陈良宇又直接派遣几百人啊 几百名上海的警察 全副武装了跨省 跨到了北京去抓捕一些上访人士啊 可以说这是非常嚣张 动作很大的 那么这样的跨省行为就震动了胡闻政府 而也周振毅民意了 骗下了东八块的土地 其中江泽民的儿子江明恒 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啊 就拿了一块 而江泽民的次子江明康 以上海市政府投资建设委员会的名义 也是拿了一块 基本上他们家就搞了两大块 周振毅啊 其实是江明恒江明康的借钱的工具 两者关系啊可以说是非常紧密勾结的一个犯罪吉他 江家帮啊透过周振毅到香港圈钱 到各地的银行借钱 然后呢分给江家帮 当年周振毅案件发出来的时候 事发之后啊 并不完全是东八块的居民告状有功的 我们想想底层的几个拆迁户去告状 能把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告到吗 对不对 那背后肯定是有胡温政府要打击他们的意思吧 实际上是因为借钱太多 惊动了胡温政府 那么胡温呢追查下来才发现问题 实际上周振毅是江家帮的一个替罪啊 根据报道呢 周振毅啊向银行是借了一百个亿 其中呢中国银行借了三十多个亿 建设银行呢借了二十多个亿 新业银行呢借了三十多个亿 另外呢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都有钱借给周振毅可以说 中银香港的牛津宝 就是中间非常关键的一环 2001年 中共国家审计署逆行调查中国银行 以及各分支机构 那么上海分行信贷问题呢 就开始浮现出来了 2002年 中国银行开始调查其上海分行的信贷问题 周振毅借了钱之后啊 他是会到北京去炒股 给国家证监会给发现 那么他们在追查这个责任 同时周振毅啊 到处借钱 也是引起了政府的一个注意 是周振毅案件引爆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3年5月22日 刘金宝呢受命返金 结果回京后就被抓了 同一天呢 上海市领导也是揭获了北京的命令 将对上海方面的周振毅等人进行审计调查 从审计这个口子入手啊 最后是把他也抓了 2004年胡温直接是派了中国银行的副行长亲自到上海 对上海的借钱严格进行控制 那么导致了陈亮宇在2004年7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发烂 指责温家宝啊 推行的宏观调控已经严重伤害到了长三角 最终呢 陈亮宇在2006年被免去了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 并且在2008年被判刑18年 那么这基本上就是曾经上海滩的首富的一个臣服录 而周振毅在坐牢十多年后啊 十六年后 也就是两次坐牢之后 今年才刑满释放 去年刑满释放 对 那么在牢中呢 他也是享受到了各种的待遇 那么这里就不细说啊 可以说非常特殊 比如说有空调 担尖 那么他还以为啊 自己出来之后 还是自己为所欲为的时代 拿晓得了在习近平的治理之下 可以说已经完全是变天了 他低估了当前的政治形势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代可以说 比胡温时代是更加风声鹤唳 更加恶劣 政治环境是道路一幕啊 那么作为曾经的上海首富 上海帮和江家帮的成员 各种人脉 基本上还是余温 尚存还在的 在这个时候啊 他拉拢各路的民流 来给自己祝寿这么高调 对不对 怎么看都会让习近平产生怀疑 至少会非常之不爽啊 这个时候 作为官方的电视台 六名主持人 给这样的一个人去捧场 那么官方当然会出手严打 会封杀 就是杀鸡景红了 所以这样的打压 估计以后还有很多 这些首富们 基本上也要做好准备了 迎接他们的 可能会是一场一场的批斗和打压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 关注我频道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